夏威夷飯飯 是不是很漂亮 非常好吃 香辣雞米瓜 跟我的手差不多吧 主廚可以弄他 這碗是風紀限定的喔 這種農湯一定要趁熱喝才好喝 嗨大家好我是小腕妮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素食美食系列 今天來到這家餐廳叫做舒翔樂 有沒有很熟悉 沒錯 丸妮其實已經有拍過這一家餐廳了 那為什麼要二訪呢 因為這一支影片創下本頻道 首次破萬觀看 傻瓜 所以老闆其實很熱情的邀請我 可以來品嘗看看他們的新品 所以我就再度造訪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待會就GoGo吧 走 這是舒翔樂的套餐 這是舒翔樂的套餐 然後上次主餐的部分 我是點漢堡類 然後聽說他們的飯也很不錯 其實我有看到有夏威夷飯 這很特別耶 然後還有咖哩飯的選項 那待會等老闆來 再請老闆推薦一下 嗨 老闆剛才有跟我分享說 他們12月的時候會更動菜單 然後會有些新的菜色 包含松露系列 然後還有一個清蒸拉茶 覺得很酷耶 然後這些食材品 待會兒 我要您就先幫大家品嘗看看囉 嗨 我的餐點來了 你看這一碗 夏威夷拌飯 是不是很漂亮 這老闆推薦的 上次是吃漢堡 這次吃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他們的碗是用這種木碗 非常有夏威夷的Fu 連湯匙也是呢 那我先把它攪拌一下 裡面的食材是有這個 猴頭菇 然後還有番茄花椰菜 木耳玉米 料很多耶 然後底部的部分 是有真正的白飯 你看 那我先把它拌均勻 然後來一起吃吃看 好期待 謝謝 謝謝 非常好吃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很順口 那老闆剛才有提到啊 其實它裡面的 各個配料都是沒有做過其他調味 那它的調味就是靠他們的醬料 所以我覺得整體吃起來非常清爽 這一定是連吃婚的人都會愛的一道吃 一道餐點 很好吃耶 它那下面一樣是有飯的部分 所以不用擔心就是會吃不飽 這整碗吃起來應該飽足感也滿足夠的 而且我覺得這同時可以吃到非常多蔬菜 就很適合那個上班族中午的時候可以點一份這個 而且他們有做外飯 就是我覺得營養會滿均衡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倒真的很好吃 完全沒有素感 然後它裡面選用的那個香菇啊 是用猴頭菇 所以猴頭菇的 咬起來的感覺就會偏向魚肉 所以整體感覺很像那種雞肉 沙拉或雞肉拌飯的感覺 蘇享樂的夏威夷拌飯 總共有兩個口味 然後我點的這個是鮮菇夏威夷拌飯 那它的醬料的味道是偏向那種味噌的味道 那如果有喜歡吃酸辣的朋友 可以點另外一個口味 另外口味是泰式夏威夷拌飯 就是吃起來就變成酸酸辣辣 是完全不一樣的口味 大家就可以一個人喜好 喜好 喜好就是這個味噌味 吃起來非常的讚 很好吃 我應該可以一個人 一個人把這整碗喝掉 這其實份量不少耶 我覺得一般女生小鳥味的應該吃不太晚 接下來要來品嘗這一道 炸物香辣雞米花 很期待耶 而且老闆還附了這一個 你看很可愛的糖醋醬包 很像那個麥當勞或肯德基的那個糖醋醬 那我來吃吃看 那糖醋醬顏色是偏深色的 雞米花 讚一下 很好吃耶 味道超像一般昏食的雞米花 因為我上次吃那個蘇翔樂的炸雞腿嘛 他炸雞腿裡面是用那個豆皮去做製作 是很好吃 但是沒有那種炸雞腿的感覺 這雞米花很有那種昏食的肉感耶 這雞米花很有那種昏食的肉感耶 很好吃 我覺得這給吃昏食的朋友吃 他們應該不會覺得這是素 這吃起來真的很讚耶 然後這個雞米花單點的話是70元 那如果是在店內有點主餐 加購價的話 一份就變成65塊 直接完食耶 太好吃了 下一道也是炸物來著 老闆推薦的黃金蝦蝦 這黃金蝦蝦 總共一份有三條 那這單點的話這一盒也是70塊 那如果加購價的話是65塊 那我們來吃吃看 欸很大耶 你看 跟我的手差不多吧 他的吃法呢是要沾那個 老闆戶的黃金蝦蝦醬 沾一下 你看 可愛喔 吃吃看 這一道更厲害了 他吃起來裡面真的是那種蝦肉的口感耶 就是QQ的那種海鮮QQ蝦肉的感覺 這用什麼做的耶 而且那種有一種蝦味耶 蝦摔倒 就是有那個花枝丸的那種QQ的口感 那再來這一杯是老闆大力推薦的清蒸拉茶 它是純素的喔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蛋白是採用大豆蛋白 所以一般那個乳糖不耐症 或是不能喝奶的朋友也非常適合 然後這一杯的甜度是很低的 就是蠻健康的 我們來吃吃看 我們來喝喝看 它的顏色就很像那種印度拉茶的 外面那種顏色嘛 有點偏橘 偏奶的顏色 但喝起來我覺得也很清爽耶 就是甜度很低 但是就是有微微那種印度拉茶的口感 重點是這個不能喝奶 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可以喝喔 我覺得很讚 剛剛吃完那個炸物喝真的很解膩 這可以 再來來品嘗這一碗主廚玉米濃湯 這一碗是冬季限定的喔 它是屬於奶素的 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它裡面也是有很多的 有那種麵包塊 哇哦 冒煙耶 這種濃湯一定要趁熱喝才好喝 吃吃吃看 很好喝 熱呼呼的 它裡面除了那個麵包啊 我有吃到那個馬鈴薯塊 然後還有蠻濃的那種松露菇類的味道 今天剛好天氣比較涼喝 這感覺很幸福耶 不過它麵包就是 這個真的要趁老闆一蹲上來的時候就趕快喝 它麵包胖到湯裡久之後就軟掉 我的麵包有在軟掉 嗨大家我吃完啦 那這一次二房舒翔樂餐廳給我的感覺完全和上次不一樣 因為上次我來的那一次是點那個牛牛漢堡和炸雞腿機 那個純素的荷包蛋 上次用餐給我的感覺是 舒翔樂很符合素食界的麥當勞這個稱號 因為大多都是炸物的品項嘛 然後女生可能會覺得熱量偏高 那這次老闆特別推薦這一道夏威夷拌飯 就是整體的蔬菜量非常夠 而且吃起來很清爽 連昏食的人一定都會喜歡 所以這次給我感覺是很清爽 所以舒翔樂啊 很適合不同口味的朋友一起來用餐 有些人喜歡吃那種炸物啊 或是女生比較偏向你這種低卡 然後怕胖的女生朋友就可以點這種比較清爽的料理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推耶 舒翔樂果然是一家厲害的餐廳 而且老闆年輕喔 剛才老闆有出現 對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再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喔 這就是舒翔樂惡反 介紹給大家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喔 掰掰